吳山儒放長假 結果是去住院 被憲哥孫燕 職業捲帶 這麼可愛 小朋友 想不想要 欸 她們有點寂寞 姐姐稍微 五兩年 對 那你把裡面脫掉 不行啊 這個兒福聯盟 吳山儒出席兒福聯盟公營活動 被問到近日賈寶拼串 心疼到哽咽 看了很心疼 也很難受 其實 我可能一個新聞 知道一次 我就沒有辦法 再繼續看下去 因為有的時候 媒體給了更多的 細節 其實看了會很 很食不下眼 其實 對 所以我希望 大家也能夠儘量的去 讓這個社會回歸到 家庭的本質 然後讓家裡面是有溫暖的 這樣子這些孩子們 也比較不會遇到 這些 天啊 我快哭了 但就是遇到這些 很殘決人寰的 狀況 她日前停工進一個月 原來都是因為身體亮紅燈 已經連續三年了吧 已經三年的狀況都很多 賺錢其實是為了讓自己有好的生活 但是你要怎麼生活 其實才是重點 這樣我還可以繼續講一個多小時 又想要我天啊 那你會減少 其實我就做最叛逆的事情 就是跑出去玩嘛 就12月我沒有接工作 我也沒有接跨年 我就跟公司講說 讓我可以休息 那他們也真的是看到 我一直在看醫生 一直在看醫生 所以後來才就是 對 就是放我假 再一個月 然後你們都沒有發現 小大沒開口 喔 因為我們前面都全部錄掉了 對 難怪沒開口 天啊 我真的糟糕 我就是被爸爸回來唸爆了 他就覺得你這樣真的不能 他說你是不是工作怠惰 我說我不是工作怠惰 他說你是不是職業倦怠 我說我不是 我是我身體負荷不了 回來馬上就進醫院覆診 檢查什麼 他們就 欸 你數字好很多 那是不是一年 有要計畫再開一點的事 喔 NO NONONO 我要開新 對 今年的計畫就是要快樂 就是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太重要了 然後 那怎麼讓身體健康 他就說 不要再帶老師跑到地上吃啊